据禁书记载 一天曹操做了一个梦 梦见有三匹马在同一个潮室里吃食 在梦中曹操还嘲笑他们说 周围明明有别的是曹 为何却要挤在一起 而三匹马听到曹操的嘲讽后 并不搭理曹操 还在一起气气思语 说着曹操听不懂的话 曹操醒后觉得这个梦怪怪的 曹与曹同音 三马同时一曹 不就是三个姓马的人 要一起吞并曹操位吗 曹操想到身处西凉的马腾 马超 马代 他们也算是一方诸侯 对曹操来说是有威胁的 所以曹操用计把马腾骗到京城 并设想埋伏杀掉了马腾 从此曹操以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曹操在临终前 再一次梦到三马同朝的梦 天亮之后 他询问谋死假许 这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马腾已死 马超和马代在蜀汉 已经不足为虑 贾许是三国时期 数一数二的聪明人 他给曹操解惑到 现在梦到的马是路马 当然是急躁 指的是路马归于朝的意思 没必要怀疑 曹操听了贾许之言 这才放下心中的疑惑 这才放下心中的疑惑恢复正常 后来曹操想到司马仪的时候 曹操又害怕了起来 司马仪出生于官宦世家 他的高祖父是汉安帝时期的曾锡将军 曾祖父为张玉太守 父亲司马仪为金兆尹 司马仪育有八子 因至终都有个达字 当时号称司马巴达 司马仪是司马仪的赤子 少年时期就胸怀谋略 东汉末年 司马仪生于乱世 南洋太守杨骏处于知人善刃组称 司马仪二十岁前 杨骏曾见过他 说他绝非寻常之子 公元2001年 郡中推荐司马仪做官 当时曹操听说司马仪明搜后 派人征辟他到府中任职 司马仪见东汉汉政权 已经被曹氏控制 不想趋劫在曹操手下 并借口自己有封闭症 曹操不信派人夜间去刺探消息 司马仪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像真得病一样 曹操为丞相以后 使用强制手段征召司马仪 司马仪非常畏惧 值得救死 另一句《魏略记载司马仪好学》 曹操的堂弟曹洪想让司马仪去教他 司马仪此于和曹洪来往 假装主拐不去 曹洪记恨司马仪 去跟曹操打了小报告 曹操争司马仪 司马仪立即扔下拐杖 去见曹操为其效命 曹操逐渐察觉司马仪有雄心豪志 因此对曹批说 司马仪不是干为臣下的人 必会干预我们家族之事 但因曹操和司马仪关系很好 总是维护他 司马仪得以脱险 司马仪勤于指手 废寝忘食 逐渐使曹操安心 公元220年 曹操去世 曹也微距 司马仪管理商葬诸事 内外庶人 11月曹操登帝 史称魏文帝 曹操登帝后 任命司马仪为上书 6年后曹批重病 民终前令司马仪 与中军大将军曹真等人为辅政大臣 同年曹操继位 视为魏明帝 孙权得知曹批去世后 于8月出兵攻卫 之后司马仪击退了孙权 12月 司马仪晋升为漂启将军 公元239年 魏明帝曹锐病逝于洛阳 此年仅35岁 之后 魏明帝命8岁的儿子 曹芳继位 由大将军曹操和太尉 司马仪辅政 曹芳继位之初 曹操凡事与司马仪商议 不敢遵行 后来曹操听从了亲信的计谋 尊司马仪为太父 趁机削除了司马仪的军权 公元244年 李胜等人 为了令曹操建立军功 而建议征伐蜀汉 曹操不听从司马仪的劝阻 任命夏侯玄为征锡将军 与其率领六七万大军公入署 曹操见不能取胜 逐被迫听从司马仪的劝告 于5月遂大军退还 曹军遭遇蜀军夹击 伤亡惨重 公元247年 曹操听从他人之谋 把郭塔后迁到了永远宫 意思曹操兄弟专善曹操 兄弟并长进兵 多数亲党 旅改制度 由于司马仪逐渐被架空 很多政事司马仪都不能参与 于是称并回避曹操 曹操于是更加肆无忌惮 纵容他的党与亲信 贪赃忘华 曹操的饮食车马和衣服都与皇帝类似 曹操甚至私事带走明帝的六七个财人作为自己的妻姐 曹操曾多次与弟弟曹熙等人出洛阳游玩 他的同乡大只能环范认为他们兄弟掌握曹政和禁军 不宜一起离开 以免一旦有人关闭城门反对他们 他们就不能回到洛阳控制大局 曹操却认为无人再能对他构成威胁 曹操集团的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 早已引起曹中不少大臣的不满 司马仪虽然称病不曹 其实暗中开始与太尉、蒋济等人谋划准备推翻曹操 此时曹操听说司马仪生病 他想知道司马仪是真病还是假病 正值李圣升任荆州事实 曹操便叫他去司马府执行 实际是探听虚实 司马仪早知道李圣的来意 就摘掉帽子、散开头发 拥背坐在床上、假装重病 然后请李圣入见 李圣看到这番情景 心中既暗暗高兴 又觉得司马仪非常可怜 他说 我听说您就病浮发 但没有想到病得这么厉害 我就要去荆州上任了 今天特意来向您辞行 司马仪张口想说话 不料一口气揭不上来 张大嘴蠢半天才混过劲来说道 宾州在北方 你忽然很近 你要多加小心 李圣一字一句的说 我去的是荆州 不是宾州 司马仪说 是啊是啊 你说你刚从宾州回来 李圣写字给他看 司马仪似乎清醒了一些 这是侍女端来周 司马仪将周撒得满床都是 他就让侍女喂 他一边吃一边故意 让周从嘴角躺下来 沾满了前胸 就像三岁小孩一样 李圣回去后 把他看到的和听到的 都原原本本的向曹爽做了汇报 曹爽听得心满意得 从此曹爽放松了对司马仪的警惕 公元249年少帝曹芳 拜合位于高平陵的魏明帝之墓 曹爽兄弟及亲信接前往同行 司马仪和儿子司马斯等人前往武器库 途经曹爽的府门 曹爽葬下的岩石上楼 用弩瞄准了司马仪准备射杀 曹爽门人孙谦却制止了他 司马仪控制武器库后 假借郭太后的名义下令 关闭洛阳所有城门 司马仪接管了曹爽的军权 并以黄范为中令军 黄范在儿子的劝说下拒绝了 司马仪改以王冠接管了曹西的军队 司马仪控制城内后 随即派人上召皇帝曹芳 宣称 帮皇太后赵叔罢免曹爽兄弟 赵叔先传至了曹爽手中 曹爽不知如何是好 也不敢送给曹芳 环范在政变发生后 不顾下属劝阻 出城劝曹爽前往许昌 然后以皇帝为号召 拥兵抵御司马仪 曹爽犹豫不决 环范又劝曹西 但曹西也没有听从 司马仪接连派人劝说曹爽投降 司马仪指着落水发誓 只要曹爽交出兵权 仍可保留爵位 曹爽犹豫了一夜 最后认为投降虽然会失去政治权力 但以侯爵的身份仍能享受繁华富贵 于是他放弃了抵抗 请皇帝罢免自己 并向司马仪认罪 曹爽兄弟被免职后 以侯爵的身份回到了府邸 司马仪在曹爽的府邸市角起高楼 命人日夜兼死 曹爽兄弟不安 于是称食物不足 向司马仪要求食物 后来司马仪送来食物 曹爽兄弟十分高兴 自以为司马仪不会赶尽杀绝 但不久后 与曹爽兄弟交情甚密的宦官张当 在司马仪的严刑拷问之下 张当值得供曹爽等人意图谋反 于是曹爽兄弟与其亲信党预备 2月9日 曹爽等人被屠灭三族 司马仪因为这次政变 清除了曹爽为首的曹氏宗族 在朝中的势力 曹氏宗族的势力日渐薄弱 司马仪得以作为辅政大臣 全面掌握权力 逐步控制了朝位政权 高平陵之变之后 司马仪身镇守寿村的王陵为太尉 王陵被剥夺了实权 王陵与外甥援周刺使令 胡于见魏帝朝方年幼 自使军权旁落在司马仪之手 于是意图废除朝方 而改立年长的楚王朝标 令胡于派部将张氏联络朝标 但不久令胡于就病死了 公元215年 王陵见东吴在土水有军事行动 于是上书请求朝廷准许讨伐东吴 打算趁此起兵反抗司马仪 但是请求并没有得到回应 王陵于是派部将杨洪将费力计划 告诉给了新任的援周刺使黄华 希望得到支持 但是杨洪和黄华却向司马仪告发了王陵的图谋 司马仪于是率军讨伐 王陵自知不敌 司马仪又在发军时先赦免了王陵的罪过 于是王陵主动投降 但后来王陵自知必死无疑 于是在被压解到洛阳的途中选择自杀 王陵等人被一灭三卒 朝标亦被刺死 早在司马仪夺权之前 当时有一本流传很广的称书叫《玄师图》 上面记有牛济马后的预言 后来司马仪全清天下 他手下有个将领叫牛津 为司马仪出生入死 司马仪想起牛济后马的预言 司马仪怕牛津将来会对司马仪的子孙不利 就派人请他赴宴 酒中下毒 牛津为人坦荡 没有提防之心 就这样 牛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司马仪长子 司马师不解问道 牛津可堪大用 奈何杀之 司马仪殉道 趁说有预言 马后有牛 不毒死牛津 子孙将有后患 司马仪自此以为 牛津已死 子孙便可高枕无忧 坐享富贵了 殊不知 世事难于了 司马仪的孙子司马琴 西风狼牙王后 其妻夏侯氏被封为妃子 夏侯氏人很风流 没多久就与王府一个姓牛的小官吏勾搭成奸 后生下了司马瑞 明朝思想家李治就直称东晋为南朝晋牛氏 而不称司马氏 公元251年9月 司马仪在洛阳去世 享年73岁 司马仪去世后 司马仪执掌卫国的军政大权 在司马仪发动高平林之夜的前夜 司马仪将计划告诉给了司马斯和司马昭兄弟 司马昭担心的整夜都睡不着觉 而司马斯却像平常一样安睡 至日清晨 司马斯便召集三千门客 欺负司马仪看到之后颇为感慨 公元254年2月 魏力朝方打算发动政变 废除司马斯 欲改立夏侯玄为大将军 但计划泄露 参与者被司马斯诛杀并移灭三族 之后司马斯匪张皇后 被国一时陷入混乱 同年 司马斯被朝方为齐王 司马斯本打算立彭承王朝聚为帝 但郭塔号要求立朝锚为帝 在郭塔号的坚持下 司马斯争执不过 于是派遣使者迎立朝锚到洛阳登基 公元255年中日 镇东将军冠秋简与扬州四使文青 听说司马斯扇行费力之势 起兵讨伐司马斯 并把自己的四个儿子 当场的人质送到东吴 向孙量讨好 却并未得到东吴的大力资源 冠秋简文青渡过淮河 由寿村向西进发 走到向县就停住了 司马斯派遣诸葛弹 带领豫州的兵进攻寿村 派遣胡尊带领青州徐州的兵 断绝了冠秋简文青 从向县回寿村的路 司马斯亲自率领主力 屯居在鲁阳 又叫邓爱带领一万多人 做出不堪一击的样子 引诱两人出击 冠秋简果然叫文青来打邓爱 司马斯就指挥大鼓骑兵 从后面袭击文青 文青大败 冠秋简在向县的城里听到消息 慌忙气场而走 冠秋简躲在河旁里的草丛里 被老百姓射死 文青一口气逃到了东吴 冠秋是宇文氏两家的人 凡是留在魏国的都被司马斯所杀 同年日云正月 文青之子文冤带兵习营 司马斯惊吓过度 再加上本来眼睛就经常流浓 致使眼睛震出眼眶 病情加重 最后在3月23日死于许昌 中年47岁 司马斯去世后13岁的皇帝曹毛下令 司马昭留守许昌 让上书复古带领大军回到洛阳 意图从司马家夺权 司马昭听从复古和中会的计谋 亲自率军回到洛阳 曹毛夺权失败 公元256年 司马昭协同 曹魏皇帝曹毛一起平定 镇东大将军诸葛诞的反叛 最终司马昭以少胜多赢得战争 公元260年4月 魏力曹毛见王神等人奋恺说道 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曹毛于是率领后宫三百余人讨伐司马昭 有进程先行向司马昭通风报信 司马昭马上派兵入宫镇压 成绩于是斩杀曹毛 后来司马昭以杀君之罪诛灭了成绩一族 之后司马昭派而至司马延 迎立曹魂为皇帝 后曹魂改名为曹魂 曹魂王权是司马昭的傀儡 公元263年夏天掌握实权的司马昭决定 对蜀汉发动最后的战役 也借此挽回士君造成的不利影响 司马昭派遣宗会邓爱诸葛绪等分入进攻汉中 楚汉则以江维为首巨首剑阁天贤 与宗会军队相持 宗会不能前进 邓爱卓帅将兵偷渡殷平进逼成都 楚汉后祖刘禅出城投降 楚汉灭亡 隔年司马昭晋升为晋王 公元265年9月 司马昭病死 十年55岁 12月 其使司马昭代位称帝 史称晋武帝 我号为晋 史称西晋 此时孙无局势混乱 公元274年杨户提议法武 遭群山反对而作罢 隔年杨户并故临终推荐杜狱 镇守荆州 四年司马昭决定于该年12月进攻吴国 史称晋灭吴之战 隔年3月 晋军逼近吴国的首都建议 孙昭建大势已去而投降 孙无灭亡 信信统一天下 三国时期结束 灭污后 司马昭逐渐荒淫无度 他为了巩固皇权而大风忠实 使得诸王统帅兵马各举一方 公元290年 司马昭病重 此时开国功臣都已去世 朝臣惶恐国安 不计可施 而晋武帝司马昭的岳父 杨俊排斥公亲大臣 亲自在司马昭左右伺候 并趁机随意撤换公亲 提拔自己的心腹 司马昭病情稍微好转 见杨俊所用之人不当 就严肃的对杨俊说 怎么能这样做呢 于是给宗苏下招 招汝南王司马亮与杨俊共同辅证 杨俊恐怕失去权柄 从宗苏那里借来圣子 并把圣子藏起来 过了两天 司马昭病危 杨俊的女儿杨子皇后 奏请让杨俊辅证 司马昭点了点头 于是杨皇后便口头传达司马昭的旨意 遗照写成后 杨子呈献给了司马昭 司马昭看了以后不说话 于两天后驾翁 享年55岁 司马昭死后 其皇太子司马中继位 视为晋慧帝 司马中继位后 尊继母杨子为皇太后 立贾南风为皇后 司马中当政后非常信任皇后贾南风 因此贾后尊权 由于太子司马昭非贾后亲生 贾后意图废除 公元300年贾南风诬告太子谋反 太子被废 之后赵王挑拨贾后杀掉太子 而后赵王联合齐王 以替太子报仇为由 发兵消灭 贾后及其党羽 公元301年 赵王自立为帝 3月 齐王和监王成都王联合讨伐赵王 5月会帝复位 齐王尊政 公元302年 成都王及和监王派军讨伐齐王 长沙王与京城洛阳相应 最后齐王及其党羽被除 之后 成都王与长沙王反目 公元304年初 东海王勾结进军 勤获了长沙王 而后 东海王集结各方兵力 挟持惠帝 讨伐长沙王最后失败 惠帝被俘 东海王逃至其封国 不久 东海王的亲帝 并州刺史司马腾及 幽州刺史联合义族势力 击败长都王 长都王挟持进会地 逃至洛阳 投靠了和监王 公元305年 东海王在山东再次起兵 西向进攻关东 隔年东海王攻入长安 和监王和成都王败走 八王之乱 共持续16年 西晋 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 不止八个 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 且近书将八王 汇为一列转 故此称八王之乱 这场动乱 从宫廷内的权力斗争开始 进而引发了战争 祸及了全社会 加剧了西晋统治危机 成为西晋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 八王之乱期间 北方主要少数民族 趁西晋政权内部空虚 纷纷起兵脱离西晋的控制 并陆续建立起了割据政权 入主中原 最后导致了西晋灭亡 公元307年1月 司马中驾崩 终年48岁 在司马中死后 其地司马次继位 视为近怀地 司马中相传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杀 东海王司马越在八王之乱后掌握朝政 但期间 他不但无力控制日益壮大的凶龙人 刘元所建立的汉政权 更排除一己大知人心 司马越在永家四年 以讨伐汉国为名 带着大批军队 及王公大臣 离开首都洛阳 自令洛阳防御薄弱 盗贼横行 公元311年正月 近怀地密咒讨伐司马越 三月司马越病死 司马越死后 王衍被推举为元帅 四月王衍浅派军队 在护送司马越灵鹫回到东海封国时 与汉国镇东大将军 石勒的两万军队 于宁平城作战 建军全部被歼灭 石勒焚烧了司马越的灵鹫 王衍被擒 为求狗活 他劝石勒建国称帝 但仍被石勒活埋 至此激进最后一支主要兵力被消灭 同年6月 刘元制止刘冲的军队攻入洛阳 建怀地在逃往长安途中 与梁皇后被俘 太子被杀 公元313年正月 建怀地在宴会上被命令针灸 由晋朝旧臣豪哭 不久 刘冲用毒酒毒杀了建怀地 建怀地享年30岁 勇家之乱后 西晋忠实几乎被杀殆境 晋武帝后代仅剩下了司马端和司马叶得以逃脱 司马端投靠了大将狗兮 不久狗兮也被石勒所迫 司马瑞被俘 司马叶投靠了舅舅寻端 寻端为了避敌行至许昌 后来司马叶入关进入长安称皇太子 并在怀地遇害后当机为晋敏地 此间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 从中原迁至长江中下游 此称一关难渡 公元316年8月 汉召的刘耀率军围困了长安 10月长安发生严重饥荒 米架一抖达黄金二两 并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 长安城中一大半人被饿死 太昌中有酿酒用的驱饼素子快 屈允将驱饼砸碎 熬粥给晋敏地喝 不久 驱饼也吃光了 晋敏地哭着对屈允说 如今穷困危急到了这种地步 外面没有救援 为设计而死是他应该做的 但是想到将士们遭受到的磨难 应该趁城位陷落而行全身之计 或许可以使百姓免受屠戮之苦 晋敏地于是命人赶快发出 向汉召投降 10月11日 晋敏地自己乘坐洋车脱去上衣 好闲玉壁 自从抬着棺材出城投降 群臣豪哭 攀援住车架 拉住晋敏地的手 晋敏地也不胜悲哀 18日 刘充登殿 晋敏地在他面前扣头拜礼 屈允看到这种情况 扶地痛哭 然后自杀 晋敏地投降 照汗后 刘充对他百般羞辱 公元317年10月 刘充外出打猎 令晋敏地执行车骑将军的职务 穿着戎服 手指几毛 在前面开路 百姓聚在路旁观看 有些晋朝的移民故老 看了以后抽起 刘充感到十分不悦 后来刘充又趁宴会时 让晋敏地请酒 洗酒杯 上厕所时 又使晋敏地拿马桶盖 旁边的晋陈多 嘶声痛哭 上书郎心兵抱住了晋敏地痛哭 被刘充杀害 公元380年2月7日 刘充在平阳将晋敏地杀害 晋敏地中年18岁 支持西晋灭亡 如果按摩地下车的摩地下车 您可以按摩地下车的摩地下车 后来刘充杀了